一条路连接起东西方文明 这条大通道呢 其实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 一座城成为印证历史的活化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本期节目邀请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张元凌 与大家画中游敦煌 共画千余年前的幽远历史 本期节目邀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中华文明远远流长 切磋琢磨 考古论金 各位观众 大家好 这里是考古公开课 我是陈志峰 今天来到现场的有六名热爱考古的学员 欢迎你们 国学大师纪献林先生曾经说过 世界上历史悠久 地域广阔 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 中国 印度 希腊 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 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 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 再没有第二个 敦煌因为其充满了无限的神秘和独特的魅力 而吸引着全世界的人们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将开启一场特殊的旅途 去游历一个丝绸之路上的敦煌 下面我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馆员张元林老师 有请张老师上场 欢迎张老师 您好 您好 张老师 欢迎您 欢迎您 张老师 您看啊 我知道您在敦煌工作了有三十多年吧 三十二年 您看我们一般人看敦煌 我们是每个人有自己的感觉 我特别想知道啊 就是您的眼中敦煌是什么样的 哎呀 说起来 敦煌在我眼中呢 它也是个多面的 有时候也是在变的 有时候我觉得敦煌 它就像一个我的万年娇 它很睿智又经历了参散的一个老人 我从它那里呢 可以听到许多很久的发生的非常美妙的故事 和一些人生的道理 有时候呢 我又觉得它像一个风俗脆的中年的一个妇女 它洗净强华富有 世俗 我们看到它还带点遗国情调 让我产生一无限的相反 就是它是迷眼的一个存在 这个如果不是待了三十多年 像我们走马观花一看 恐怕这种感触都没有 待出了共鸣 待出了感情 就是现在网络上也我看到有些参观者说是 诗和远方就去敦煌 诗和远方就去敦煌 提到敦煌啊 这个其实人们就会想到丝绸之路 因为敦煌可以说就是因为丝绸之路而诞生的 如果用形线一点的话来比喻的话 他们就好像一个孪生兄弟 同呼吸共鸣运 丝绸之路兴 敦煌兴 丝绸之路衰 敦煌衰 前情建元二年 也就是公元366年 一个叫月准的禅师 来到去敦煌城25公里处的三威山上 他看到万道金光 壮有千佛 觉得这是个打坐的好地方 于是就在荡泉河西岸开凿了第一个洞窟 因丝绸之路 敦煌成为佛教东传中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因此在越祖之后的一千年间 在十几个朝代中 不断有人在这里开凿洞窟 形成了如今的墨高窟 也叫千佛洞 据史料记载 十六国时期 中原世人和贵族 为避开战乱 纷纷迁居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 传统汉文化得以在这个地方保留和传承 而西方的各种文化 也经由丝绸之路传播到敦煌 使敦煌最终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交汇点 这是一个折子画 总有八个画面 我想这八个画面呢 其实就反映了东黄和丝绸之路 共融共存关系的八个侧面 我想大家介绍完这八个画面 大家也就读懂了东黄 那太好了 我们接下来就请张老师 为我们一幅一幅地讲起 我们现在看第一幅图 这幅图呢 是汇于东黄摸高窟 楚潭时期的第323窟 北壁的一幅壁画 这幅图呢 描绘得中国历史上 与丝绸之路开脱 很有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和一个历史事件 就是西汉 汉木地时期的张谦 出世西域 这幅画面为什么会画在摸高窟呢 对历史有点了解的朋友都知道 张谦两次出世西域 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 被称为凿空止转局 那么它也影响到 整个此后丝绸之路 和东西方的贸易文化交流 那么这个图 为什么画在摸高窟呢 我们知道李世民家族呢 身上有一半的胡人血统 但是呢中国人都要讲究正统 他们为了显示 自己是帝式执咒呢 也说我姓李 我是老子李尔之后 所以在弹初的时候呢 一直在宗教国家层面呢 一直是打压佛教 抬升道教 这时候呢 佛教不干了 怎么办 他们就抬出这个 张谦出世西域的故事 张谦出世西域呢 本来是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佛教图和他巧妙地嫁接 就说是张谦出世西域 是当年获取病 从巡奴的团战中 得了巡奴人祭天的金人抚响 后来汉母帝派到 供在甘泉宫里面 经常去朝拜 但是这是何犯神圣 无人所知 于是就派博望侯张谦到西域去 求取金人的名号 在这幅张谦出世西域图的上部 就会了一个汉式的楼台 在庭阁代表甘泉宫里面呢 就画有两身立浮现 这实际上就是所说的金人 这样呢嘛 就把这个历史故事和佛教 传入中国的这个时间呢 提前到西汉 而且呢 说是还去去请的 唐出的时候呢 就这种福岛之争的背景下 绘在了这个东华梦高窟里面 那么无意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一个 回顾 评调那段历史的 一个很珍贵的画面 张谦通西域以后呢 汉王朝派往西域的使者 相万于道 特别第二次 张谦出世西域 他的副使呢 已经也到了今天的伊朗 到东汉时期 班朝班允夫子开脱西域呢 整个西域特别打通了 一直到13 14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 彻底去带路上丝绸之路之前呢 这条大通道呢 就是中国通线外部世界的 主要通道 我们看到图上呢 就是从东华出发 汉代的时候是南北两道 到桑国的时候是南北中三道 北道呢 就从东华的玉木关出去 一直到今天的通路番 沿着天山以北 最后到达丛林 就是帕米高原 中道呢 就是从玉木关出来 沿着天山南路 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交界处 经过丘子这地方呢 也到了帕米高原 南道呢 从阳光出来 沿着空龙山和塔克拉玛干上面 交界处 经过今天的楼兰 河田 刹车一道 三道在中亚地区交汇以后呢 又进一步 峰为三道 西北道到今天的俄罗斯南部 绕过了高加速上面 中道呢 就经过中亚今天的五个斯坦 一路向西 经过了古波斯 古巴比隆共地 到达了地中海东岸 就是巴勒斯坦地区 后来呢 又一风为二 向北 经过今天的土耳其 就是小亚西洋呢 一直到达欧亚交界的 伊斯坦波尔 罗马时代的军事坦领宝 南路呢 从巴勒斯坦地区呢 向南 沿着地中海东岸呢 可以到达北非 埃及的 雅利桑达港 南道呢 就经过今天的阿富汗 巴基斯坦 印度到达南亚印度 本土 那么四丑之路 这个名词呢 它是最早是由德国的 地理学家 李西霍芬 于1877年提出的 他在当时写一本 关于中国交通的书 他就提到了这个 因为在西方人的心目中 最能代表 获得中国物质文明的 就是丝绸 那么他提出这个 丝绸之路以后 很快就得到了 全世界显应 那就觉得很好 那么丝绸之路 这个就 以此来停价了 本身我们就过 今天看丝绸之路 它是 这个鹿腕结构的时候呢 它就像 蚊羊飘飞转的 飘带 像丝绸一样 也能引起人的 无限 遮想 作为丝绸之路 重振东华呢 重要性呢 是因为它 得天独厚的 地理确定的 我们看到 它的东华的北面呢 是辽阔的蒙古高原的 南边的延伸的 戈壁地带 它的西边呢 是世界第十大沙漠 塔克拉玛岗沙漠的 东端延伸的 大概有2.2万平方公里 这个库姆塔克沙漠 它像一把鞋子一样 插入今天的 青江 甘肃 青海之间 在东华的南面呢 世界无计青藏高原 它像北边的 七连山和阿尔金山 那么得益于 七连山的冰雪融水呢 就在戈壁花末 包围的这个 七连山脚下呢 形成了小小的 东华旅舟 也就有了 人类得以 生存 三眼的最基本的条件 我们从考古发现看呢 早在公元前两千年 就近四千年前呢 东华所在的 河西佐兰地区呢 已经有人类生活 这种烧土陶涌呢 是在今天的 玉门火烧沟的 新世纪时代遗址发现的 我们看到它的面线呢 生木高鼻 穿的是高腰的张雪 从它面线看呢 不是虫种的 我们的汉人的形象 这个地方呢 早期它是幽木民族 有的学生 赛人 就是世界历史上的 斯基泰人 到后来呢 远之乌松 巡奴等 大大小小的 不同的民族在这 你翻唱吧 我登场 拉去这样 到西汉的时候 大约 公元前两百年的时候呢 巡奴一家多大 向后把大远之 一直向西赶 赶到今天的 乌兹别克斯坦的 阿姆河谢尔河故地 后来把乌松又赶到 天上一北的伊犁河谷 然后匈奴不断地 骚扰汉境 他跟青藏高位的 千人联合起来 这时候汉母帝 就决定 断匈奴 右臂 张罗汉之夜 所以就是张业张业 这样得名的 公元前121年 汉母帝 任命年轻的霍区病 为票 其将军 发起反击 匈奴的 河西之战 霍区病 誓扫匈奴 于公元前 119年 凭借 非凡的 军事天才 把匈奴 赶出 河西地区 据汉书记载 公元前121年 汉母帝 于河西 设置五威 九泉二郡 到公元前111年 又分别设置 张业敦煌二郡 史称 河西四郡 后来 为保证 丝绸之路的畅通 又在敦煌的西部 设置了 玉门关和阳关 两大关案 史称 烈四郡 巨两关 自此 中元王朝 开始经营西域 河西之地 归属汉王朝版图 敦煌从此 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开始 他灿烂辉煌的历程 我们看到的 这张图呢 这是 敦煌父亲的 一个叫做 玄泉志的遗址 玄泉志呢 他在西汉时期设立 他遗址到 西晋时候的 公元四世纪 才失去作用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呢 我们看到上面就是 七连山脉 东黄的三威山 向东的延伸 它的南面呢 就是当年的丝路 东黄和 刮州之间的交通 所以它 在这个交通要道呢 就设立了 像类似一个 这个驿站的作用 蒙朝东开 在它的西南这个脚上呢 还有脚楼 旺楼 就涟旺扫 总厄东黄和 刮州之间的交通 上个世纪 90年代呢 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大约 两万多美汉奖 就记载了西域 这些货物 前往中原内地的 曝光的一些情况 所以它 母中印上又是一个 海关的一个作用 下面呢 再来看一看我们的 第二张图 这张图呢 也是很有意思 它呢 跟前面第一张图一样 也是会了一个 在东黄历史上 甚至可以说 在丝绸之路历史上 非常重要的人物 和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它是什么呢 就是会与东黄 蒙高的 网唐的时候的 第156库的 这个张一朝 统经出兴图 张一朝是什么人呢 公元755年 安史直乱 安禄上十四民叛乱呢 对唐王朝 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这时候呢 河西包括撒州的空穴 这时候吐蕃呀 藏主人主前吐蕃城市 就从青藏高原打下来 就占领了东黄 从建中二年 公元781年开始 一直到大中二年 公元848年 60多年都是东黄 这都是吐蕃来占领 在大中元年 就是公元847年的时候 吐蕃发生内乱 无暇塌过的时候呢 这个张一朝 他是东黄的大万族 他就骑兵 那么就把 吐蕃就赶出萨州 然后呢 又派出十队人马 就向朝廷 长安 静表 表中心 我们归他们了 那么其中一路 人马就到达了长安 到达长安以后呢 朝廷也派了一个大臣呢 到这地方来 表示慰问 张一朝呢 也被朝廷就 奉为 瓜州 宜州 西州 甘州 宿州 兰州 等 十一州的节度 这样的话就 从萨州 一直到龙幼呢 就全部有 归于这个 中原 王朝的统治 张一朝 后来并故于长安 后来有七十四岁 他的这个侄子 张怀生 继承 节度史以后呢 为了纪念他 叔父的 功劳啊 然后就 开了这个 公库 今天编号 第一 156库 然后在 东库的 主寺的南壁 和北壁 分别化了他的 叔叔 叔母的 初心图 表现张一朝 当年统军初心的 那个威武 旋转的 那庞大的场景 算下来有 13个画面 分三个部分 前面是 一战队 歌舞娱乐 中间呢 起着白马 穿着红袍服 他头戴服 头戴这个人物呢 就是张一朝 后面还有他的一些 精卫兵 还有齐烈 我这段 讲述就到这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张老师 谢谢您 非常精彩的 讲述 您的这番讲述 让我们就 更加深刻地 认识到 敦煌这个地方 他作为 丝绸之路的 第一枢纽 他的这个重要性 现场的学员 他们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问题 可以和张老师 做一个交流 张老师您好 那个我们 大家了解 敦煌 大多数是因为 墨高窟 如果没有墨高窟 我想敦煌 那么一个边缘小城 估计不会在历史上 如此的文明狭尔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墨高窟的话 可能就不会有敦煌 我想请问张老师 您是否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说在古代的话 我想可能倒过来 墨高窟今天我们看 非常有名 但是在中国的正史中 二十四史中 没有提到墨高窟 只提到敦煌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 我们假设就是 即便没有墨高窟 冬黄在历史上 他仍然很著名 因为他是 私路交通的央侯 因为有了冬黄 所以有了墨高窟 今天我们来说 大家作为 欣赏美 领略地是文化的时候 可以说 没有墨高窟 今天的冬黄 不会这么有名 咱们接着看下一幅吧 第三幅画 这是一种文字吗 这是苏特文 苏特文 苏特文 学术界称它为 苏特文古信杂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也是 这是一封信的意思 对 用苏特文写的 顾名是一句苏特人 使用的文字 文字 苏特人呢 就是今天 我们可以说 居住在中亚 主要是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那一代周边 为主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 认为 他们是当初 被匈奴人 赶到中亚的 远之人和 当地的民族的后裔 有这种说法 那么他们的苏特人 他在丝绸之路上 是个很重要的 一个贸易承担者 我们说丝绸之路贸易呢 其实就是 以中亚为界 从中亚到长安 洛言 这是主要贸易呢 主要是苏特人来承担 苏特万西 经过波斯 到地中海周边呢 是波斯人 所以他们是 丰奔 就是包干承担了 这个斯路贸易的 那么这封信呢 就是讲的 这个苏特人 当年沿着丝绸之路 在东华九泉 张业五威 兰州 长安到洛阳 他们京商的情景 1907年 斯坦英到东华以后呢 他就在东华西北边的 长城的风水 就是玉门关 在西边的 西北边的 一个长城的风水那里边 发现了一包 包扎得很好的文像 就跟现在的油件 油包一样 油包一样 打开呢 里面就有八封 用这个苏特人 写的这个 这个信件 但是很可惜 这是要寄 寄到哪儿去呢 有的可能要寄到 他的古乡 苏特人的古乡 撒马 就是康国人 今天乌兹比克斯坦 有的 可能是从外边寄过来的 但是呢 都在这地方 没有寄出去 这封信呢 就是写给他的母亲 古乡撒马上的亲人 说是他当年 跟他的丈夫 他们一家 还带他年幼的女儿 到东华来金山 后来丈夫就先回去了 因为生意 做得不是很成功 然后就把他母女 就托给他丈夫的朋友 结果他丈夫的朋友 毕心欺义 把他的枪策一卷 把他母女脸 就扔在东华 孤苦伶仃 然后呢 他就写了这封信 向他的母亲 丈夫求愿 让他们带点盘 盘上来 我来接她 我带点钱来 他们回故乡 等第二封信的时候 是写给他丈夫的 他就语气完全不一 这封信是比较平和的 第二封信就很愤怒地 就开始 弄出他的丈夫 说是我当时 没有听我父母 勋长们的劝阻 跟你来到这个地方 如今我们年 母女脸 孤苦伶仃给人家做苦工 成为奴隶 来还 抢下的债 我们不知道 何时能回故乡 他那封信 他丈夫根本就没收到 在内乱中 就已经死于 这个强盗 谁知道 反正就都没发掉 还有一封信呢 就写 我们知道 十六国事 西金墨 徐冬仃 刘元 攻占 洛言 整个手 屠城 包括那个苏特杀人 也不能 幸免 他们就讲这个 里头这个洛言 被屠城的一些悲惨的情景 然后想着 他们也想 回故乡 但是呢 也没有发出去 这是四世纪初到 一直到 这个 一千六百多年以后 一九零七年 被斯坦英 发现了 所以就 让我们对这段历史 就这种苏特文 现在还 在不在使用呢 这个苏特文已经 因为苏特这个民族消亡了 苏特文他已经 已经死去了 但是呢 这个苏特文曾经在历史上 产生过很大作用 我们知道 后来的回乎 回乎文 就是在苏特文基础上 发展的 在后来的 蒙蒙 在八四八蒙之前呢 是回乎文蒙蒙 真的谁也没有想到啊 您这一说 我觉得这个历史啊 就是这样啊 这些没有送达目的地 没有送到主人 手里的信件 在一千多年后 却成了我们 研究那段历史的 最重要的见证 对 对 对 从苏特文演出了 其实有很重要的这个话题 就是 丝绸直路的贸易 东华呢 就是一个东西方 贸易的一个货物中转账 我们在东华周边地区 发现的文物呢 都很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看左边的这个呢 这是就是 迂门关的这个 汉代长城 发现的这个 我们西汉时候的织井 绿底 以黄花 与蓝色呢 进行七次交接 这面料非常简旧 这种直井呢 这是一种很高级的 丝绸面料 这个呢 这是东华福叶庙 十六国木栅头发现的这个 西连时期的 和当地的 制作的脚械林 质地非常轻薄 广受中雅 西域的人们的喜爱 我们在 长津栋的横线 看到了一些 记载了从西域 传入中国的一些香料 高弹的质物 精英器 寺院里头用的一些法器 这是呢 我们看到的呢 这个波斯银币 正面是波斯 贝鲁斯国王的头像 大概公元五到六十几之间 背面呢 是波斯的拜火教 我们知道波斯呢 新苏洛亚斯拜火教的 火坛 祭坛 这种波斯银币呢 在四路阳线呢 有好多 那么就反映出这个是 当时四路贸易的一个 就是硬通货吧 这第四幅呢 就是东华壁画中呢 反映四路贸易的场景 汉人山队和胡人山队呢 就在这个桥上相遇了 我们知道 佛教家开洞窟 苏福县是个修功德 同样的修桥铺落 打紧治病人 也是个做功德 那么这个经变了头 就讲这几个人呢 他修了一座桥 桥修好以后呢 这个山旅畅通了 我们看到这边 骑着马的这个 头渣翻筋的 汉族这个商人 马上拖的货物 正好呢 对面呢就是骆驼 拖的货物 后面毛驴拖的货物 园林宅秀的湖 放在湖府的湖人 胡汉山队先遇 这个画家还是非常 有这个人文的底蕴啊 把这个场景就画得很好 我们看到了 这样一个场景 那么东华呢 作为国际的一个 山貌这个都市呢 它壁画中呢 描绘的 虽然是反映着 福教的信仰 但是呢 它用大量的这个 很贴近现身 我甚至就是现身 或者折射呢 来往了解思路贸易 这个呢是 圣唐时期 的摩哥库第 四十五窟南壁 会的 妙法梁黄金 观世音菩萨普盟品 我们知道观音菩萨呢 是救苦救难 其中一难呢 就是救盗贼难 它就是 这些商人我们看到呢 毛驴拖的货物 头戴高顶 虚帽 撩塞 胡子 强盗呢 拿着刀 头扎翻心 绑腿 留下买路钱 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些商人就双手合十啊 我们看到上面的板帖啊 就写了 当他们双手合十的时候 念口颂观音名号 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这个刀就断成七节了 这本来是一个 宗教的一个画面 但是我们今天 拨开宗教的迷雾呢 我们看到画面 非常写实 这些 圣目高 高低时期域商人呢 就是当时生活在 中亚一代的 很可能就是 苏特人的商人 你看他们前面那个 有卸下来的货物价 还有前面 一孔一孔的扎的 这一个植物 就给我们反映了 就是思路贸易呢 它也并不是 一方丰重的 天灾人祸 还是也有事情发生 商人也不容易 那么就是当年的 思路贸易 他们各种争想 都是有的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呢 这是晚谈时候呢 开座的85库 是非常大的一个洞窟 它的枯顶东坯画的 一个金边画面中 金边画中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肉铺子 挂的一方一方的肉 就跟今天我们 这个卖肉的一样 这个屠夫呢 正在这地方切肉着呢 架子脚下呢 是被杀掉的 还没来得及 解剖的一个羊 或者一个动物 这两个狗呢 一个狗在案子下面 吃骨头另一个盘子等着呢 这非常生活化的场景呢 其实是反映的 就是这个思路 作为货物级上帝的 东华野霸 是整个思路贸易中 它的商业情况 我们在东华莫高库的 长洁栋 还发现了 唐代人的商业词 就跟现在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那个也是 我开了商铺 我的货物 商铺里头 什么样的货物都有 你们都要进来 看一看 看一看也好 还有的呢 讲它这铺子里有杂货 它各种各样的 那个香料呀 就说 东华在那时候呢 这个商部 和这个商业都市的 繁华的场景呢 从这些点点滴滴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出来 我们今天 在徽商 什么靖商 在北京啊 在上海都 那些广州 都有什么会所 同样 作为那个商部的东华呢 也有湖商的会所 这是在东华地方那个文书 《沙州都督府图经》里面 就记载东华的西北 六十公里的地方呢 往这渔蒙关 走的那些半道上呢 有一个叫 新湖泊的地方 新湖 就是从南北朝 一直到五代时期 中国人对西域湖上的 称湖叫新湖 泊是个 显然是湖泊 这个地方在 多大 东西 十九里 南北九里 有多深这个湖水 这个湖泊 深五十七十 就是个泉 特别他讲呢 他周围的水呢 都比较咸 都比较苦 只有那一样 维泉抗食 只有那一样泉水抗食 珊瑚从玉蒙关道 网环举止 因以为好 因为珊瑚从玉蒙关道 回来出去呢 都要在这个地方 小气一下 都要 补充水源 补充鸡 所以这个地方呢 时间长了 有人气 珊瑚人气 所以把这个地方 就叫过 新湖泊 在东华成了一个地名了 珊瑚的发展呢 也跟政治安定 交通的顺畅 也很有关系的 左边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五代 晚唐五代是个洞窟 很大的一个洞窟 洞窟在它的 东壁蒙的 南面里画了这个 我们看到板铁 大宝于田国 大圣大名天子 他们是这里 是唐朝赐信给他们的礼 我们看到这是于田仁 它的后面的这个呢 就是东华当时的 曹氏家族的 贵族妇女 嫁给他 就说我们看到曹氏 这边 同样的这边呢 我们就看到呢 于田的公主 又嫁给曹氏了 看我们看到 姑姑关 就是于田的 就这之间呢 他们都在通风 除了这个于田 我们还看到 他跟回虎也有啊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呢 就是毛高窟的 409窟 他画的这个 装束上 看我们头上这个 三个像 林某罐传的这种 身穿龙袍 它是回虎 那么有的学者认为呢 他不是东华 也不是河系回虎 是西周的 就是今天的 通路方的高昌 回虎的时候 回虎 大概北宋墨 画出来 穿着龙袍 他就是到 毛高窟来 进乡了 我做一个功德 我画上 表示我 供服 我们看到 王菲 这种回虎庄的 这种 西周回虎的场景 我们看到这一张呢 也很有意思 这是就是 元代的时候 成吉思汉的孙子 他有孙子 叫新领王 苏莱满 他当时是 统治 江苏 青海 甚至到 遇到新建的哈密 这个都是他来统治 苏莱满呢 他在元的 执政年间 到摩高窟 去看到摩高窟 一片褪费 褪败啊 然后呢 他就和他的儿子 侄子们 就整修了一下 摩高窟 然后立了这么一个碑 这个碑 这个碑 藏着我们 东方研究院 的成列馆 这个碑很有意思 我们看到 它中间是一个 英课的四笔观音 周边呢 上下左右呢 我们看到 用六种文字 蒙古下面呢 是范文 古音的范文 范文下面呢 我们看到 是古赞文 在它的右边 最外面 我们看到 就是回虎文 然后这面 就是巴斯巴蒙 这面这个 像汉子又认不得 这只字 你就西下文 就六种文字 就写的 很有意思的是 我们现在都怀疑 马可波罗 是不是到过中国 我个人觉得呢 就从马可波罗 他记载 他从罗伯泊到 经过沙洲 看到东黄 在他的邮寄里 写着呢 就是看到 偶像教 偶像教 就是有浮像 那些 新闻浮教的 对吧 还有 尼斯托里派 就是前面讲的 警教 还有 伊斯兰教 我想如果 马可波罗 他本人不到的话 他到听头说 能写这么细吧 所以这是我个人 我觉得 他很可能 来过中国 那么当然 马可波罗 记载和我们这个 六子真伯 真言伯 我们都可以 看得出来 东黄在思路上 他融会多元 这种 不同宗教 不同民族 和我们相处的 这么一个 历史真实 以上就是我对 作为思路贸易 重振的 敦煌的讲述 谢谢大家 谢谢张老师 非常细致 非常精彩的讲述 我不知道我们的学员们 您没有什么 自己的感受 张老师您好 就是因为 丝绸之路的开通 让敦煌 以及何其走廊 这一带 在古时候 成为了复述之地 可是在后来 也是因为 丝绸之路的这个衰落 也使得敦煌 也日渐没落下来了 所以就想问一下 就是这一些 在一些壁画 塑像 或者说一些 其他的考古研究方面上 有没有什么反应 和体现呢 谢谢您 这个从这个 东黄石库来看的话 东黄五代以后 从宋代西夏到元南 东黄石库艺术呢 开始进入它的晚期 我们一般就 就是走向黄虹 所以黄虹们 就是衰落吧 那么这个呢 也跟丝绸之路 特别南宋以后 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 海上丝绸之路 逐渐兴起 这个大的背景有关 那么在石库中反应呢 就是开阔的树炼 减少 另一个呢 就是艺术水平的下降 到西夏时候 多一点东库 但是呢 它的表现形成 就前面我讲的 还是很单调 人物的造型 渐渐去平淡 到元代的时候呢 东华 也就开了十个东库 所以我想这些方面呢 都能反映出 它这个思路的兴衰 和毛高枯的兴衰 它还是息息相良的 感谢张老师精彩的解答 好 接下来咱们继续画中看敦煌 张老师 下一幅画是哪个 大家看下一幅画 就翻过来了 这也很有意思 程老师 你看它是 这是汉字啊 汉字 对 这是摩尼光佛教法略一卷 这个呢 这是汉字的 但是它讲的不是佛教的东西 这个呢 金卷呢 也是在东华 藏经栋发现的宗教文像 但是它不是佛教的 它是摩尼教的 摩尼教呢 我们看过金云的小说里头 就是五大小说 经常会听到明教 明教 它其实就是摩尼教 从摩尼教而来 这个摩尼教是 一个什么宗教呢 摩尼教呢 它是公元三十几岁 有这个波斯人摩尼 它吸收了这个拜火教 佛教 基督教的东西呢 把它揉拔在一起呢 创立了这么一个宗教 它就是一个光明黑暗 对立的宗教 这个摩尼 摩尼应该是个义音 摩尼它这个创始人 创始人的名字 摩尼 我们看到呢 这个画面呢 这边呢 右手这边呢 是锦教三威 蒙渡藏 锦教 锦教呢 我们知道西安 碑林博物馆 一个大清锦教 流行中国碑 唐代的 这个锦教呢 这是中国人 对基督教的一支 涅斯特利派的 中文教法 这个涅斯特利派呢 它是就是东征教 就扬着丝绸之路 传到中亚 和西走了 传入长安 后来移成中文 那么移成中文呢 在东皇藏金洞 也发现了 这个汉文写的 三威蒙渡战呢 就是锦教举行 前面这个仪式之前的 一些赞美诵词 经过一千年的凡胜 敦皇渐渐归于尘寂 当他再次引起 世界的瞩目 源于二十世纪初 在墨高窟 发现的藏金洞 1900年6月22日 寄居在墨高窟的 道士王源路 在清理今天 编号为十六窟的 击沙时 偶然发现 涌到北壁 杀出壁裂 里面竟隐藏着一个 不知何时 被封闭的石室 室内从底到底 密密麻麻地 珍藏着数以万计的 宗教经卷 写本 社会文书 刺绣 卷画 纸画 丝织物 法器等文物 这些文物的时间跨度 长达七百年 从十六国 北朝 隋唐五代 一直到北宋初年 整整跨越了十多个朝代 内容涉及宗教 政治经济 交通地理 契约 文学 书法等领域 卷制浩凡 举世罕见 因为所藏宝物 大部分为佛教经卷 故称为藏经洞 但是当隐秘千年的洞窟 重见天日的那一刻 也同时带来了 中国文化史上 异常空前的浩劫 英 法 日 美 俄等国探险家 在得知藏经洞的消息后 纷纷前来盗窃掠夺 造成绝大部分伦物 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 仅剩少部分留存于国内 如今藏经洞编号为第十七窟 只留下空空的寂寞的洞窟 仿佛在诉说着 无尽的哀伤和痛心 再来看一看 这幅壁画 这个大家估计 我不用我讲 大家一看这画面 可能会勾起一些儿时的回忆 我们小的时候 看过上海电影这片 真的一个动画片 九三楼的故事 他是在北魏时候会者 我们知道佛教讲 释迦牟尼他成佛 并不是因为他是 释迦族的太子 而是因为他前世 不断地累世修行 修大乘的菩萨行 最后在他今世 成为释迦族太子的时候 他才能出家成道 最后的涅槃进入最高境界 那么在他前世 在他成为释迦太子之前的故事 佛教叫他本身故事 而这个故事 九三楼的故事 表现性质非常独特 它是从故事的脸边向中间 所以故事的高潮冲突点 就正与画面的中间 我们看到的正是画面的中间 这个故事非常流行 在印度壁画中有 在我们新疆科兹尔石窟 壁画中也有 在东方壁画中也有 有意思的是 按照附近的说法就是 这个路呢 是长跪 跪着下轮 摩国库这个 东方这个 它是站着呢 临危不惧啊 大义领然 我前面讲了印度壁画 科兹尔石窟 那个都是跪着的 但是东方 它站起来 因为一方面 它本身就是 释迦牟尼佛的前身 另一个 把中国人 释迦夫的那种 威入不屈 那种精神气节表达出 其实这也就是画面 看出这个 佛教中国画的一个侧面 很有意思 东方壁画中 类似的这种细节 这种小的变化 非常多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折子上的这幅画 我前面讲了 公元366年开库 但是呢 现在最早洞窟没留下来 最早洞窟呢 就是北连时候的 三个洞窟 这是最早洞窟之一的 本文编号是268库 在它这个康型 这个柱子呢 模仿了 古希腊 埃尔尼亚柱石的 一种建筑形式 一个房卷水窝纹 下面一个柱头衬托 在旁边这个柱呢 还有模仿的 多利克柱石 所以这个洞窟的 开座者呢 很有意思 它肯定有这个 这方面的知识 那么很可能就来自 这个西域本土 那么它上面 这种平气叠色 这种扶苏造型呢 我们今天 在阿富汗八面石窟 在新坚 柯子尔石窟的 都可以看到 那么当然我们在 这个山东的 汉墓 这个五粮寺 也能看 但是呢 在这个佛教建筑 宗教建筑里 出现的 我觉得还是从西面来的 东方石窟 其实它是 我们一般说 它是建筑 彩树和壁画 三者一体 说到东方石窟艺术的时候 这三个不能分开的 因为石窟 它作为这个绘画 彩树的一个 容纳的场所呢 它本身也是 外来文化的场物 我们看到这个 北魏时期 营建的 254窟 它是个中心柱窟 我们所谓的中心柱窟 就是这个洞窟呢 封成两部分 一进洞窟窟门呢 前世呢 是汉子 汉子人字批形式 就有床子 这个模仿的 后面是个平顶 平顶中间呢 一个方形的 凿一个方形的 这个柱子 从力学上的 一方面支撑库顶 从宗教信仰角度上 净土可以绕塔关下 这个四面开坎 坎人束缚下 而这种形式呢 其实就是 印度的宗教建筑 早期的七纳教 到后来佛教 它的这种支撑库 这就是塔 塔星库的 中国变种 稍微晚一点呢 像这个呢 是毛高窟 西非时期的 285窟 这个洞窟呢 是东环 早期有明确 降窟纪年的 大带大为 大通四年 大带大为 大通五年 就是公元538年 公元539年 现在还可以看清楚 这个洞窟呢 我们叫殿堂窟 它其实也是 印度奖堂窟 就毕克罗窟的一种 转化形式 顶上是个浮斗形顶 中间是一个 梁花井心 这个洞窟南壁 又隔开了 四个小长窟 窟顶周边 又绘了一圈 又绘了36层 这个长僧 在山间的窟里面 做长的情景 它把奖堂窟 和长库的形式呢 结合起来了 这个窟顶四面呢 绘了你们看那边 两层这个雷公 中国的这凉 两排骨的雷公 在中国画像式的旧游 对面呢 绘了福西女娲 中国的人文始祖 日月神 福西女娲的形象 还有开明神兽 巫护 批垫 朱雀等等这些 都是中国传统神话的一些 但是画的这个洞窟里面 它已经摇身一变的 成为佛教的护法神了 除了这个石窟建筑本身呢 东方壁画中 还有大量描绘 这个外来的 非中国传统建筑形式 像这个壁画 就是圣唐时期开作的 第217号窟 南壁所会的 我们看到这个建筑呢 就是雲龙井 这种形式呢 有别于中国传统的 这种城市建筑形式 这就是西域式的 壁画中像这样的 图像呢 也有好多 我们再看下一幅 大家一看 都是 菩萨 我们先看 左边的这个 这不是中国的 这是建陀罗雕刻 我说建陀罗 咱们在座的朋友 可能知道一点 我们知道呢 在印度的原始佛教中 没有佛像 都是用佛作 梁花 或者是圣术来代表佛 但是呢 在公元七世纪前呢 阿富汗是 多种文明交往的 十字路口 在这个地方呢 就 它当时呢 属于古代 西北印度 公元前四世纪 古希腊 马其冬国王 亚里山大东征 在西 小亚西亚 西亚中亚 靠近中国 新疆这一片地方呢 有两百多年的 希腊化时期 所以呢 这片的地方呢 希腊化文化非常盛行 那么作为这个 希腊化重要的 和东方 西方地中海文明 和东方佛教文明 最重要的一个 果实之一呢 就是在 江陀罗地区 诞生了这个 佛和菩萨像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佛像 菩萨像呢 就是大乘佛教艺术 在这个江陀罗地区 传承的 希腊的专世艺术 把出世的宗教理想 和入世的这个 审美情绪 两个很完美的结合 在这产生了 大乘的佛像 那么向南 传到印度本土 后产生 摩托了艺术 后来在极多时期呢 影响传到南海 东南亚一带 那么向北 向东呢 经过中亚 传入新疆 传入东方 就是河西走廊 这个呢 就是东方最早洞窟之一 第275库 北廉时代 建造的一个 娇娇的弥勒菩萨像 我们看到 他这个菩萨 受这个 降脱了艺术 这个影响 那我们从他的 基本的作势 我们和他装饰上 仍然看到 他的重度装饰感 这种天一条的 这种雕刻的 伊梦的装饰感 这种降脱了 造像的这种 意念啊 省美意趣呢 很明显地流从了 我们在看右面的时候 这个呢 是北围的254库 就看中心柱库 在他的南壁上层的 就是人子坯下面呢 这个缺心坎 我们在缺心坎呢 我们汉 就是汉式建筑 这个形式 确心看了个焦焦米勒 焦焦米勒 我们看到 他这个两个蛇形的 中间呢 就是一个二龙弦珠 这个呢 也就是建筑拉的 这个菩萨像 我们看到这个 也是二龙弦珠图案 划到中国的血液变化 但是呢 这个伊械上 是建筑拉的 这个装饰 二龙弦珠图像的影响的 这个呢 是今天藏着 那个巴基塘的 阿赫尔博物馆的 建筑拉的利福像 我们看到他这个 加三的质地薄 但是呢 伊梦很明显 就是伊梦很稠密 下白的地方呢 又显得厚重 这种装饰感 非常前列 那么他的 左手这个呢 是北围 二五四窟西壁 会的白衣服 用这种简单的黑白对比呢 把这种 降脱了浮现这种 稠密的衣服呢 也很淋漓尽地表达出来了 到北七的时候呢 我们到北七画家 曹中达的 所谓的曹一出出水 一封贴体稠密 我们在摩高窟呢 北约的洞窟 二五九窟 我们看到这封 昌定服的这个 一封加仓上 我们看到 一封静静贴体 很薄 特别是他的这个表情 他面含微笑 很惠意 又是一种 一种自寝 又一种 寒而不露的微笑 这就是 这东方式的 这种审美的一群呢 已经开始逐渐地 这些面部上 表达出来了 这一反映 佛教艺术啊 从西向东 在东方这个地方呢 逐渐跟 中国传统的审美习俗 中国人的 这个龙里观 审美观 开始逐渐地结合 那么越完后 这种中国味 这种现实味 就越浓厚了 我们看到 这两边 这四层苏县呢 这边是 圣堂四十五库的 佛康里面 佛的大弟子 佳舍 我们一般都家业 其实这个字 应该都佳舍 我们看到呢 这个佳舍呢 就看着 像很憨厚 很和蔼的 林家大叔的一个情景 这个小弟子 二男呢 这里头 有一点甜淡 又有一点 含羞 就是 又觉得 好像就那种 青年 少年的那种 情怀 这个表现 想露出来了 我们看右手这一面呢 这个菩萨呢 上身呢 就搭个 斜坯落叶 那么 它的机体呢 很有显示感 而且呢 侧的时候呢 它这个小小的度男 画家也很 新鲜地表达出来了 就非常具有 像是生活的一区 那么这个是 194库 也是圣堂 比它稍微晚一点 圣堂是 顿库的一层县 我们看到这一层 供养菩萨县 这完全就是一个 世俗生活的 一个临家少女的 一个场景 这是 在西魏的 285库 北壁 说法图下面 绘的这些 协式菩萨 我们看这两层 菩萨呢 跟前面那个 早期的比起来 包衣薄带 秀古清相 是中原南朝 时代夫 我们看到 朱林齐弦 相风道骨 魏景名士那种 风味 就搬到了 时空 就是深受到 这个中原南朝 人物造型的影响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 和外来文化的 很好的一种 近乎完美的一种结合 敦煌飞天 来自于文明夏儿的 敦煌木高窟 壁画中的形象 是敦煌艺术的代表 在木高窟 492个 有壁画的洞窟中 几乎每个洞窟 都可见 飞天形象 这些飞天形象 或轻盈 或丰满 或绰约 或飘逸 有的翩翩起舞 有的翻转如飞 有的凌空翱翔 有的在歌舞 有的在奏乐 可谓千姿百态 飞天 在中国人心目中 成为一种美的象征 完美诠释了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和审美意趣 这就是 名言天下的 东黄飞天的代表之作 初唐的飞天 圣唐的飞天 最美的飞天 我们 东黄的守护士 常树红先生 就推崇 圣唐时期的 三二灵窟 南壁所会的 说法图上面 有四声飞天 我们看到 这样的一个形式 前面一声飞天 右手托着花蕾 左手呢 回首顾盼 好像在招呼后面 这后面这只飞天呢 去你这两个手呢 好像在呼应前身这个 而且这个云气啊 画得很浓重 就蹭托出他们这个轻盈 包括他这个 衣裙啊 方转 就是动感非常前列 与之相对的呢 我们看 比他稍微早一点 初唐时候的 这两首飞天呢 跟前面这个 圣唐时候飞天 比起来 他的飘带 他的身体的形状 圣唐时飞天呢 我们知道 杨贵飞也飞未免 躯体还比较明显 但是呢 他的云气 发得很浓重 动作 姿态很急 仍然是看着飞天 不想到晕重 但初唐时候飞天呢 他从隋道唐上 他身子非常轻盈 几乎就 身体呢 就没于这个 方飞的飘带 和这个防转的衣裙中间 我们看到的 就是一种 很轻盈 飘飘于仙的感觉 这种两种风格的飞天呢 都是很 我个人认为 都是飞天 动画飞天的代表 这是285窟 南壁的 唐空猴的这个 祭月飞天 投杂季 到后来呢 我们 动画乐舞中 大量的乐舞场景呢 唐代的金边画里头 都有乐舞场景 那么这是中唐时 112窟的乐舞图像 大家一看到 这个就很熟悉的 反弹琵琶造型 旁边有乐队 有的波浪鼓 吹的横笛 排销 空猴 这个反弹琵琶呢 我们有的时候 是一种想象 有的时候是一种记忆 据我所知呢 最近北京舞蹈学院呢 他们已经 有跳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琵琶 奏向了 就说明呢 壁画中的这个 反弹琵琶 不完全是想象中 很可能就是 但是那一个高筹记忆 定格在壁画中 这是初唐时期 220窟 这个共窟呢 也是东环当地的 宅宅家族大姓 开作的 那么它这个 南壁画净土变 北壁画 这个钥匙金变 两边各有两声 这个舞级在跳舞 我们看到舞金方飞样 迅速地旋转的 舞蹈动作的定格 画下画得非常好 这个夏苗记忆很高出 这个芳飞的这个 很有立体的 就是感觉好像 把这个动感 和它这个舞金 扭转的这个姿势呢 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那么下两个小圆堂呢 据说呢 跳得快了 好像是能把圆堂带起来 当然这些都是 西域来的 都是中亚地区来的 康国 我们的白鸡石头 胡选女的诗 唐诗 编赛诗里 大量描写这些 外来的这个 歌舞的这个场景 东环壁画中 也很形象地 用这些图像 那些诗词 做了个注脚 这是晚唐五代 八十五库会的这个 金片 这个金片里头 我们看到呢 中间这个舞者呢 拿着五金 两侧呢 各有八声 奏乐的积乐 拿着乐器都不一样 仔细辨别呢 有吹横笛的 有吹生的 还有 唐软的 唐针的 是中国传统的 其他的都是 节骨 腰骨 或者琵琶 这些都是 书乐乐 高丽乐 甚至还有南海乐 都是 你看十二种 都是外来乐器 那么这些 乐舞场面 就反映出呢 在中华文化 这个 巡洪的这个 文化根基上 我们对外来文化 那种 框贯的循环 江戎并逊 海纳百川 那种 文化循环和自信 除了这个 壁画中的场景 我们还从其他一些 反映世俗生活 甚至具体到 红山 嫁娶的这些 民族生活中 仍然反映出 汉民族 与周边民族 交流场景 我们看到呢 这幅画呢 是东华 圣坛的 三十三库的 米勒金变的一个 米勒夏圣金变 米勒金变中 有许多表现这种 红绿的场景 像这个场景中呢 我们很有意思 看到这个 在屋外搭一个 帐 看这个帐篷 宾客都在那个 帐篷里面坐着呢 中间是一个 酒席 围桌而坐 新兰新年呢 正在行这个 对白礼 很有意思的 这个新兰 跪下穿的 红色袍服 正在给宾客们 扣头 而新年站在一边 类似这样的场景呢 我们在其他洞窟中 也能看到 那么在中国的 封建社会 传统的男党女党社会 在中原 像这种场景 是不可能表现的 这就是受游牧民族 胡族 这红色的影响 这也是 男 拜女不拜的场景 这也是受这个 胡族 风俗的影响 那也有的学者认为 他是入罪 入富宏 就是像我们的 招女婿一样的 那么这个也是 一种说法 不管怎么 就他是一个 受了这个 胡族 风俗的影响 所以我前面讲到 那个仓词呀 仍太熟 那么不是我讲到了 东方藏经冬 唐代文献里面就讲 藏词当太熟的时候 汉女嫁胡 胡女嫁汉 所以这种 一座通空 都是就是 胡汉胡云的一种 解像 大家看一看 这是什么呀 是不是星座呀 天蝎座 双子座 巨蝎座 双鱼座 这个呢 是会在摩高窟的 六十一窟的永道 六十一窟呢 它是五代时期开的 但是它的永道 和前世呢 经过西夏和原重修 在重修的时候呢 在永道连边就画了 直升光复和 这个黄道十二宫 星座 黄道十二宫呢 它是用这种 星座的形式表现 所以我们看到呢 它不是简单的copy 还是不断地融合 这种选择 所以东方它作为一个 多元王的灰萃之地呢 我们从这里呢 都可以 广窥一般吧 我就希望大家 在看东方秘画的时候 经常东方文化的时候呢 用多维度的这种视角 来看这些图像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我想呢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谢谢大家 您的这番讲述啊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包罗万象的世界 一个百科全书式的 古代文化艺术的宝库 我不知我们的学员们 他们听完以后 有什么感触 有什么感受 老师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敦煌壁画中的 飞天形象 就是它有的说是 产自于本土 是本土文化的 也有人说 它来源是印度佛教 我想问一下 它究竟来源是哪里呢 最早这个飞天这个词 在北威 那个阳玄志的 阳玄志的 《洛阳前兰经》里面 在讲这个 洛阳的宇宁寺 很高北威那个塔上头 他就第一次提到飞天 从它这个 原本的这个宗教语境来说 它是个佛教的语境 它就是随着 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 佛经中 也有关于这个 强塔普尔金纳罗的 具体的 它的这个描述 我们看早期的飞天的时候 我们在印度 看到那飞天的时候 胖虎和圆鼓鼓 胸部很丰满 一种非常性感 或者突出人的这种 感官的那种 在中亚的时候也有 但是到东方以后呢 我们早期 看到虽然不穿衣服 但是它 已经没有这种 表现这种 丰满的躯体了 那么再到后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的 飞天身上已经有 条带呀 医区被它裹住了 那么这里头呢 就有中国人 对这个 道家的那个 语人啊 就是那个飞香的那种 意念和那种情绪呢 就揉到这飞天了 所以飞天就进入中国化了 但是从最早 那它是从印度传来的 好 非常感谢张元凌老师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这精彩的一课 再次感谢您 感谢您远道而来 同时也感谢来到 现场的六位学员 谢谢大家 一条丝绸之路 贯通了东西方的文明 而在这条路上 璀璨的明珠敦煌 为我们记录和展现了 它的木木精彩 翩翩华张 敦煌已经成为了 全人类共同的遗产 它活化石般 昭示着独特的思路文明 和思路精神 敦煌将一如既往的 敦之大也 黄之圣也 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 与文化自信 带向全世界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炒谷公开课 下期再见